干谁告诉人啊 出来 有网友反映 8月19日 云南昆明五华区一夜市多家商铺 被强制断水断电 后来又有喝了酒的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在现场与商户起了冲突 秦强化名是云南昆明五华区 五月广场外围一夜市的商户 近日他收到通知称 商铺属于违建要拆除 我们都有正规的营业执照 都已经干了两三年了 16号通知让我们搬走 他称19日下午五十四十分许 近百家商户都被停水停电 商户们一起去了解原因 问他们有没有相关的文件 后来就见到了三个城管 双方一直将指掌 秦强介绍 后来商户们遇到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局长 这个局长是喝了酒的 他把我爸碰倒了 现在我爸还在医院 秦强秦称 当时不少人都拍下了 他与这位宗志局局长理论的视频 他还当场要求对方去做银酒检测 确实抽了鞋 不知道检测结果怎么样 二时记者就此联系 武法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工作人员表示 据了解 商户存在违禁的情况 需要进行致力 视频中的男子系武法区 综合执法局局长 但其只是碰巧路过 后被群众认处为主 局长往外走 但现场人员不让局长走 后有人报警 被传唤了解情况 目前现场情况仍在调查核实中 记者联系辖区派出所 机械人员表示 18号他们已经出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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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